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的眼皮部分是最能反映其情欲的地方 甚至性衰竭也可以由眼皮中敲出端倪 想知道伴侣对爱情的忠实程度 最有效的方法是看清楚他的眼皮 1.眼皮内凹 像书中有提到眼的四周若然凹陷 使得整只眼睛像藏进去一样 这样的人做事比较的缓慢 很仔细 常常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 有很强的洞察力 另外这样的人办事很冷静 无论做什么事都三思而后行 但是眼睛凹陷的程度 不同也表明此人的个性不同 眼睛微微下线的人一般连接自律 内心世界很坦白 是人们常常说的谦谦君子 眼睛特别深陷的人警戒心里强 不善于与人交往 往往是一个孤独者 此外眼睛内凹的人与家庭关系疏远 缺少亲情 比较的自主独立 对于爱情有诸多的要求 而且偏于理想化 非常看重现实 眼睛凹陷的男性 多为新天性的沉默者 是吸眼如今的典型 常可能因为不爱表达 或者不善表达而吃闷亏 像这样的人 常会主动地去回避 公开的演讲或者辩论会 所以不适合当推销 业务 公关 及客服方面的工作 如果是女性的话 通常婚姻生活不太顺遂 二 眼皮外秃 眼睛外秃的人开朗乐观 善于交集 说起话来滔滔不绝 不容易保守秘密 他们性格比较激进 不达目的不罢休 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但个性急躁 脾气火爆 还批评讽刺别人 凡事会争强斗狠 他们观察力非常的敏锐 所以能够注意到细枝末节 并能看透别人的心思 双手也很灵巧 在记忆方面求发展 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但不适合做生意 且缺乏储蓄的观念 具有这种眼皮的女子 多半婚姻不顺 眼睛外秃 且露眼白的人 爱口出狂言 自我主义慎重 不喜欢听到反对自己的声音 若加上眼神凶险 为了打压别人 更会不择手段 眼睛秃 鼻孔痒的人个性强 容易惹是非 常遭打孕 眼睛秃 再加上喉结很明显的男人 容易翻脸不认人 有一句话叫做 秃目无情 眼睛比较秃的人 比较无情 三 单眼皮 单眼皮的人 眼睛一般比较小 但也有些人 眼睛为单眼皮 眼睛却很大 因此 单眼皮分为大小单眼皮 单眼皮的人 个性沉着稳健 头脑冷静有智慧 有逻辑性 观察力和集中力均优 思虑深 意志力坚强 做事细心谨慎 虽有持续力 但个性顽固 性格消极 沉默寡言 不善表达内心的感受 然而 毅力坚强 不易退缩 并努力追求 自我设定的目标 单眼皮的人 个性很敏感 比较在意别人的看法 心思较细密 有主意 看到问题更趋调理性 有自己的观点 不会人云亦云 做事很执着 做官亦是复职 单眼皮的人 对于钱财方面 会看得比较认真 平时消费比较节俭 很少会有冲动消费的时候 此外 单眼皮的人 婚姻生活比较稳定 但是当夫妻之间 出现矛盾的时候 因为不善于表达内心的感受 所以容易互相伤害 一 单眼皮 小眼睛 单眼皮 且眼睛细小的人 个性较内向 保守 且谦逊 对工作的态度 坚定 并具有持久力 做事 头脑冷静 很细心 有主见 积极而主动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常常是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做事之前 总是先计划好 然后按部就班 从来不会操之过急 或有大胆的冒险计划 但有时像自我意识太强 不容易听取别人的建议 二 单眼皮 大眼睛 这样的人 做任何事情都很专注 性格开朗 随和 无论什么事情 只要去做 就不会轻易地放弃 会坚持到底 尤其是对工作和感情方面 更是执着 这样眼睛的男人 性格不错 但是他比较喜欢去一些 娱乐的场所 不过不要担心 他不会沉溺其中 三 单眼皮 且上眼减浮肿 眼睛不论 双单眼皮 最重要的是 眼睛要有神采 而且黑白分明 这样的眼相 便是极力的 但如果眼睛是单眼皮 且上眼减浮肿 这样的人 不论男女 皆代表 急性欲较强 欲视容易冲动 四 单眼皮 且睡眼 有些人的眼睛 常常如睡觉 或者喝醉酒一样 全无神采 称之为睡眼 如果单眼皮 再加上是睡眼的话 其人做事 应寻守旧 决断力弱 一生难有大成就 男人有这种眼 亦饭桃花结 女人有这种眼 亦堕落风尘 五 单眼皮 且上眼皮 严重下垂 左右两眼皮 接下垂的人 很难琢磨其真心 生活多变化 一生起伏不定 对女性而言 具有这种特征的男人 是个无比有魅力的人 对于自己 所喜爱的女性 不论在性 或者金钱方面 都要让她 得到充分的满足 六 左右眼皮 一单一双 这类人 不轻易表露 内心真实想法 对于工作 和人际交往 时有抱怨 对于感情问题 这类人的抉择 往往出人意量 喜欢标新立异 总有新奇的举动 或者想法 不甘于墨守常规 婚后可能因妻子 或者丈夫 无法满足其欲望 而感到不满 喜欢追求变化 或者刺激 左眼睛单 右眼睛霜的人 表面看着安静 私底下 还是很活泼开放的 如果女性 生有紫眼形 对待女性的态度 也会很温柔 不过也许这种温柔 不只体现在艺人身上 也有蒸花惹草之风险 左眼睛霜 右眼睛单的人 乍看上会比较冷淡 不容易沟通 但是一旦真正喜欢上一个人 就会乐于奉献起身 尽其所能地体现着温柔 让对方满足感倍增 四 双眼皮 双眼皮的人 个性明朗外向 有胆识有个性 爱冲动 勇于尝试新事物 失败挫折也是正常的 但是他们的心态积极向上 更加重视从中学到的经验 在工作场合或者是团体中 总是最受欢迎的一类人 双眼皮的人 普遍感情用事 虽然勇敢 却也鲁莽 容易惹麻烦 让周围的人担惊受怕 双眼皮的人 通常财路比较广 但是理财观念不强 而且一般来说 双眼皮的人消费能力 比单眼皮的人要强 双眼皮的人 无论男女 都容易陷入爱情之中 但因为心智普遍不成熟 感情脆弱 多使玻璃心 而且容易招惹烂桃花 导致自身的感情不稳定 双眼皮大眼睛的男人 一般都比较的灵活大胆 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语言水平高 办事速度快 她们的眼睛会说话 态度和蔼 善解人意 很会迎合女性的心理 和女人在一起 她们总是会让女人 感到惊松自在 不知不觉中 让女孩子倾心相素 因此 这种男人谈恋爱 成功的比例相当的高 双眼皮大眼睛的女人 都具有较好的艺术感受力 歌声优美 音乐节奏感很强 能歌善舞 性格开朗 很多女演员都有一双 明亮而大的眼睛 这并非导演因为 选漂亮的演员 而专门挑眼睛大的 而是因为 大眼睛的女性 具有天生的表演艺术才能 眼皮内双 所谓眼皮内双 就是看起来像单眼皮的双眼皮 一般来说 眼皮内双的人 结合了单眼皮 和双眼皮人的性格特点 有耐心 既有单眼皮人的韧性 同时也具备 双眼皮人的大方得体 可以说说较为优秀的眼像 这类人很擅长开玩笑 撒谎也很在行 很会处理人际关系 能够和他人相处融洽 无论和什么样的人 都能聊得开 是个处事圆滑的人 眼皮内双的人 感性与理智平衡 在感情方面 既不会过度热情 也不会过度冷漠 这样的人善解人意 能够适时表达感情 不会扭扭捏捏 也不会过于大胆热情 所以比较不会发生 表错情 或者会作意的情形 眼皮超过两层以上 既非单眼皮 也不是双眼皮 而是眼皮有多层的人 不喜欢半途而废 也不喜欢受到束缚 对美的事物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受 容易对异性献身 信誉很强 尤其是眼珠大者 多层眼皮的人比较烂情 多是情绪化的人 脾气也是较为急躁 但因为个性开朗 所以人际关系较好 若是上眼皮多层是感情丰富 亦感动而流泪之人 若是下眼皮多层的人 个性会比较的傲上 不是属于中心的部署 要小心被主之奴 三层眼皮的人 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为人学问好 且具有特殊的专长 加上个人的努力 可以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或者是荣华富贵 但是容易思虑过度 优柔寡断 想得多做得少 眼皮浮肿 且多层眼皮的人 虽然性格开朗 工作勤奋 能够刻苦耐劳 却是个不知变通 脑筋有些迟钝 又缺乏主见的人 容易受人影响 其人缺乏管理能力 思维无法创新 只能听命行事 永远人云亦云 虹又虽多 却不见得对自己有益 每个人的运势 都各不相同 这是我们先天所注定的 但是后天的发展 可以改变每个人的走向 所以在生活中 我们要热爱生活 积极向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迷恋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